欢迎回来 两天前我们接到了一个留学生从德国打来的岳阳求助电话 她的一位同在德国留学的朋友不幸得了白血病 急需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否则会有身体危险 画面中的女孩名叫陈平 家住四川 来德国留学已经五年了 2005年患上了白血病 住进了纽伦堡北部医院 经过多次化疗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就在大家看到希望的时候 去年底可怕的病魔再次复发 而这一次情况比想象中的要糟糕的多 骨髓移植是唯一能救陈平的办法 搞变了欧洲所有的骨髓均线库 得到的消息却让人沮丧 到目前为止 在欧洲还没有找到相匹配的骨髓 我们在世界上的区域 不够质量的区域 没有合作出区域 但我们在世界上的区域 但我们在世界上的区域 有八万区域 只有一个小区域 都是从 Asia或 China 医生的建议抑郁惊醒梦中人 陈平的家人赶紧向国内的媒体和朋友寻求帮助 在接到求助电话后 记者马上奔赴中华骨髓库湖南分库 希望能帮助陈平找到相匹配的骨髓 带着德国那边发来的陈平的病例 记者来到了湖南骨髓库何一平主任的办公室 说明来意之后 何主任非常热心地帮助我们查找相关资料 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结果 让大家的心猛地一沉 没有找到和陈平相配的骨髓 随后何主任把电话打到北京 请求中华骨髓总库的帮助 在德国的一个留学生 白血病患者 他现在跟我们送来了他的相关资料 希望紧急查询 我这边刚刚在这已经做了一个申请表格 传给你了 麻烦你 要开闭绿色通道吧 那行谢谢 何主任介绍说 由于陈平的骨髓类型非常罕见 中华骨髓库里暂时还没有与之相匹配的骨髓 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期待新的骨髓捐献者不断加入 每天还有新进的资源者不断的加入进来 今天北京那边总部还是会保留他的资料 继续为他做检索 我们这边也会关注 因为就我们湖南也还有已经报名的资料 在选哪个我们的实验室里面 也可以在这边也可以加紧把它分析出来吧 就是能够有机会的话 就还会有相提及的可能性 据我们从德国纽伦堡医院得到的消息呢 陈平最理想的结果是在两个月之内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所以电视机前各位热心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愿意帮助陈平可以拨到我们的热线电话 0731-4801-481 也可以到湖南省的红十字会报名 那么均线骨髓的方式其实很简单 只要抽这个5毫升的血 工作人员就能确定您的骨髓类型 如果能和陈平的相配 只需要再抽250毫升血就可以了 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 谢谢大家 这里是特部播报多看点 欢迎回来 昨天的我们栏目播出了德国留学生陈平身患白血病 急需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故事之后 很多热心观众都打来电话 表示对陈平的热切关注 纷纷就询问她的具体情况 想要帮助这个花样年华里的女孩 其实不仅仅是国内的观众 在陈平留学的德国呢 很多华人朋友也遭一行动起来 一起陪伴她走过这段人生当中 最艰难也是最温暖的时刻 而陈平自己在屏幕面前 也表现出了让人感动的镇定 王刚是纽伦堡爱心救助小组的组长 他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 得知陈平遭遇的 没有见到陈平之前呢 我就想那么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 他很同情他 他也很可怜 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呢 他其实给我一个很阳光的感觉 那就是总是面带笑容 而且总是很坚强 他的这一点就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就想那么 一定要为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爱心救助小组就像黑暗中一盏微亮的灯光 给正在与病魔作斗争的陈平一点希望 一丝力量 一种安慰 在得知陈平因为家庭困难生活捉襟见肘后 他们马上为陈平写了捐款倡议书 同时细心地照顾不懂德文的陈妈妈 来到德国 由于自己愿意也不精通 非常困难 到车站呢 都是全靠这边的华人 教会 这些资美来接听到医院 爱心救助小组把陈平的遭遇放到了网上 写进了博客里 当地的华人媒体华商报对此事做了重点报道 更多的华人华侨听说陈平没有找到能够相配的骨髓时 纷纷加入了捐献血样的行列 慕尼黑总理事馆和纽伦堡华商会的工作人员 甚至在除夕夜捐献自己的血样 并探望了病态上的陈平 爱心就像滚雪球 陈平成了每一个德国华人心中的牵挂 因为本来纽伦堡的医院只有星期二半天时间来做收集钙细胞样板的工作 但是消息一发布出来之后 当天就有接近一百人吧 一百个当地的纽伦堡的华人就去做这个钙细胞检测 它的就是远远大于它的接待能力 那么而且我们估计以后还会有很多次是这样爆满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跟医院协商了一下 他们就把星期二的半天延伸了全天 然后又在星期一星期三的星期四加了一些时间来进来帮陈平 就是主要是为了陈平这个事情来帮我们抽取血样 爱心不分国界 陈平所在的纽伦堡北部医院的医生护士 也对这个美丽善良的中国女孩呵护有加 每当陈平脆弱的时候 在病房外哭泣时 医生总是默默地将她抱进病房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地想要把她从死神身边夺回来 这样一个阳光的女孩本来就该在灿烂的春光里自由飞翔 天时看到待个女生 待我的女儿 待我的女儿像自己的 亲生女儿一样关心她 医治她的疾病 还教会学生会 都成立了爱心小组 就是还用教会牧师 也为我女儿日复 这些姊妹 为我女儿日复一日的祷告